什么是气呢 这时候呢 看得见的就有气 只要看得见的就是有像 有像一定会有什么 树 一定的 这个brother sister的 这个孪生兄弟的 有树一定会有像的 有树肯定是因为什么东西的导致 这个最后的树 所以一定会有像 所以讲到这像树呢 它们一体的 你因为你了解这像树 你观察到 现在天空 好像这几个月都阴霾了起来 OK 甚至在一些地方会飘着雪 在我们这边东南亚飘着雨 对不对 好 突然间温度下降了 是不是个像 对不对 这个树是什么 冷冬天 对不对 这就是树 OK 记得像树 不要想到太远 简单一点 学艺呢 特别简单 因为有时候你们去看那个YouTube等等 听到博士啊 什么在讲啊 讲到天花乱坠了 但实际上你生活上你的基本了解都没有 OK 所以这里跟大家讲很简单的东西 只有这样子来理解你才懂得 后来你明白到 OK 有像啦 有这样阴霾啦 然后飘着雨后飘着雪啦 然后温度下降啦 你懂得这个树是冬天的 你懂得这冬天 原来冬天会这样子 后来你明白到 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空气 包括太阳照射角度等等的那个变化 而导致等等的就是背后的理 对不对 背后的理 所以有理 你从这个里面白到背后的理 后来古人就为什么 古人绝对不是同 从太阳那边先研究的 相信我 古人就看到 为什么我种菜种得要死他奶奶的下雪 全部死光光 OK 对不对 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懂吧 你们还没开始种植的时候 有些懂种知识 没有的 他们是经过常年累月的累计 累计到我们现在这一代 我们有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历史可以读 也因此他发现到 奇怪为什么有些时候 太阳好像存在的时间比较短 有时候比较长 后来他就研究到 原来我们有试迹 原来因为太阳的照射 长短问题而导致空气上下 原来如此 现在明白了 最后来讲气呢 什么是气呢 其实是像素 像素 古人在风水方面 他怎么观察气呢 他看山 OK 看山 好 看山 我先画一个山给大家 有听过 左青龙 右 前 朱雀 后 玄武 听过吗 听过吗 起码左青龙 右白武 对不对 大家就是高手了 听过这个 第一次上课的朋友 选择房子 应该怎么选 是否应该选一个 好像那种 人家叫做 现在人家叫做 armchair model armchair armchair 你坐着后面有靠 对不对 后面有靠 靠山 对 靠山 左边有那个握手的那个 让你放 对不对 右边让你放 前面让你翘脚 对不对 所以你选择房子 是不是要选择有靠的 对不对 我画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看 听过 龙吗 听过吗 龙 早一点 龙 龙是什么呢 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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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山脉在运行着 运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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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地方 它会成形 成为一个山区 后来呢 你看到这些东西 后来你看到这些东西 后来你看到这样子 OK 这是一个山 一个山 这里高起来 旁边的山 它的手呢 衍生出来 这边的手呢 衍生出来 OK 好 extend出来 所以它是一座山 这样子讲明白吗 化而不像 但是你们懂 这是一个盆地 在讲盆地 听有懂吗 OK 这样OK了 了解 所以 好了 我这次的座山 现在后面凸起了 这个高山 凸起来 可能没有那么高 像这样的山 没有那么高 凸起来之后呢 我这里山 我不会指在这边的嘛 对不对 我会继续再衍生 衍生 对不对 好 后来怎么样呢 左边这个叫做 左青龙 右边这个叫做 右白虎 OK 好 刚才有朋友讲 长风聚气 对不对 刚才有朋友讲 长风聚气 对不对 风水要长风聚气 听过吗 有气 长风聚气 OK 好 懂是什么吗 很多风水师啊 你读外面的书啊 风水书啊 跟你讲说 你的门开45度 有没有 那个角头 有没有 那个角落 是长风聚气的地方 OK 好 还有呢 人家跟你讲说 气要怎么样呢 要聚气 对不对 不要给气散掉 对不对 OK 听我讲一个小小故事 给大家听 这是 龙 这叫做 雪 这叫雪 雪 所以你们讲 找龙穴 找龙穴 那风水师经常跟你讲 寻龙要十年 点穴要十年 OK 听过吗 有些朋友可能会听过 寻龙啊 当然啊 你从喜马拉雅山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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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extend出去 一直走 一直走 你肯定要走个一百年 不是十年 后来他跟你讲说 你要点一个雪 给仙人路障 给仙人路障 那叫阴风水 给仙人路障 所以你要点 你要懂 在这个雪那边 要点到哪个点 那个又要另外的十年 我跟你讲 那些都是唬你的 不用的 OK 但是以后再讲这些 我先改天告诉大家 好 为什么这座山会是这样子呢 它就像我们的脸 我们的脸 好 我这个头 就是等于后面的这座山 这座高 这叫丘 甚至是丘 高起来的 后来呢 我前面呢 这一边呢 这叫做 叫做什么 对 就叫做奶 吐出来 但是它不是这样子 然后不是这样吐出来 但是 有时候会真的 因为我们 这个是术语 不是我念照的 术语 你去读地理书啊 你会看得到的 所以它是乳突 突了一粒出来 没有两粒 一粒 突了一粒出来之后呢 为什么会突出来呢 因为有气蹦出来 所以它会突出来 之后呢 两边它会有 左青龙又白虎包着 为什么要包着呢 因为气出来的时候 它要把它锯起来 长风聚气的意思是 我要这个穴 我这个包起来 我要避开风 不是把风藏起来 Come on Win Win Blow 它Blow了你之后 你的气就不见掉了 OK 所以它是包起来 后来呢 你的穴呢 比如说我的鼻孔 我这鼻子是 那个乳突 OK 我就要有左青龙 把我包起来 包起来 风吹 吹不到我 所以你把仙人 葬在那一边呢 就刚刚好 OK 气就会聚 后代就会比较兴亡 OK 好 现在呢 如果你听新代的风水师 跟你讲说 你要找一间 左青龙右白虎 前出却后选舞的呢 你的气就被爆起来 OK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哦 谁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给谁养住的 不是你跟我 基本上公坟呢 很难找到 很难看到这种血场 公坟啊 就是大家仗的那个 很难 OK 但是不是没得选 是有得选 但是没有这种 基本上没有这种血给你选 OK 但是可以选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选 好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还跟得了吗 还可以吗 如果有 against你的belief OK 原谅我一下 因为我是实战出来的 OK 我不用跟你理论太多的 我们找一间风水 我们直接去那边论断 那个人过去三十年 他运气怎么样 我们就马上知道 如果你有准备跟我一起到一个实战课 去那边呢 论断这个人的运气 过去几十年运气 每一年跟他论断的话 论断出来的话 你有兴趣跟我一起做的话 Welcome OK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的answer OK 到底是那个概念对 还是我跟你讲的概念对 好 这是一点 所以呢 长风聚气给谁用 你要不要用 记得 好 其实这种东西也不是我发明 你去研读古书 OK 去读读地理谈者路 等等 你不要 有些朋友可能会听过一些经典 叫做天狱经 清郎经 清郎奥语 都天宝照经 你懂吗 这种经 学风水很多都搞这种经 OK 那如果你有搞过这种经 听我一句话 去读清郎奥语的第一部 前面的 好像是first chapter 就够了 OK 那么对于要研究风水 有兴趣的朋友呢 去读一本叫做藏书 埋藏的藏 书本的书 信郭的写的 名叫郭普 OK 藏书 如果你要英文翻译的话 The book of burial OK 去读那本书 经典的classic 但是读那本书呢 也因为经过这几整千年的变化 很多人在后面加了很多东西 你买了那本藏书 看之后呢 你看多少 一半 记得看一半就好 后面一半不要看了 真的 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了 真的相信我 听我讲 我曾经碰过 我给你们个例子 其中一个学生 其中一个学生 他的家呢 他买了一间公寓 买了一间公寓 旁边有其他的 旁边有其他的 他买了这个单位 那么呢 这个单位呢 外头呢 condo外面有些有clubhouse 那居party的地方 那么那个party呢 那个clubhouse呢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好 这时候有个尖角对着他 对不对 他拿他的 他拍照给我 看不清楚了 后来他请了我 去他家看 去他那边看的时候呢 我跟他讲 这个是尖角啥 我说这个不是 OK 我说这个是 这个不是 后来他讲 不是啊 老师 你注意看一下 他家那么尖 我说这个是 这个不是 他说老师 你真的 你要不然我们去楼下看 走到那边去看 你看他尖不尖 我就回来了 你可以讲到那个牛啊 回来了还讲不完 OK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刚刚做了个判断 我说好 我们这样子来判断一下吧 我说 这样说这个尖角啥 我说你在2001年的时候 OK 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年 生肖 12年 对 12年 12年 你在12年那一年呢 应该有问题 OK 那年应该有问题 因为这是尖角啥这个虫 OK 你应该有问题 后来呢 他跟我讲说 对 那一年他被裁员 我问大家 什么生肖 跟12虫的 猪啊 对啊 猪啊 所以我说 相对的猪年年 你也应该有问题 这样 是的 很巧 猪年为了被裁 两年他都被裁员 OK 他被裁员 为什么你有冲 有冲就有洞 OK 所以这时候呢 我说 行 求证之后呢 我说 这个是杀 那么他讲 老师 那个呢 那个呢 他是执着为那个 OK 对啊 他怕啦 因为他被很多人 program了 你懂吗 尖角就是杀 所以他很怕那一个 后来我跟他讲 那一个 我说你在2003年 你没事吧 他讲没事啊 很好 很好 我说 那一个留给你的邻居去管 每个人有一个 公平 那 求证 OK OK 以后再跟你们讲深入一点 你们三叉路的呢 告诉我一下 你们能懂在什么方位吗 你们三叉路 在什么方位 大概 北方 在北方是吗 有T junction 对 OK 那北方T junction 是直接对着你吗 直接对着我 直接对着你 我两点 两点参考一下 一点是 如果直接对着你 北方 这样直接一条路 叫做路冲的话 如果像路冲的话 OK 我不晓得是不是路冲 OK 有两个判断点 因为我不懂 那个三叉到底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直接的一个路 这样子 往你家冲来的话 有可能的情形是第一 2008年呢 那一年呢 有大变动 OK 可能会换工作换屋子啊 等等啊 换屋子 换屋子啊 OK好 好了 大哥 老师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你 因为我的家 OK 它是作为向南 所以你是在南方 南方 在南方 还没有搬进去之前呢 就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搬进去过后呢 就是我的太太 跟我的小米儿 有女性下班生的问题 就是包括我的女儿 你说 你说你家的北方 那里有什么 树林 树林 一片树林 一片树林 OK 一片树林 那么 世家的北方影响 不是南方 你本身 你本身在这个北方 我讲北方 比如说 运气来讲 2008年 例如说 像回想过去 2008年 比如说 大概了 因为我不怎么 确定你 2007 809年 这些年份 比起 2013 14 15年 不 不 老师 前提是我才搬进去 没关系 我跟你讲 你今天早上 搬进去也一样 那么 你的 2007 08 09 年 比起你的 2013 14 15 年 你说北方比较低 对吗 对 那么 你的 2007 08 09 年 还有 比起你的 2013 14 15 年 应该来得比较差 1314 以为你可能来得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发展 对 1314 会比较好 对 OK 好 那么 这时候呢 我说 你不用去担心那个柱 因为那个柱对你没影响 柱在落地的屋子 不是这样子看风水的 你不要把人家的墙也当成杀 当成什么 那个 没有必要 没有墙 问题很大 那么 我们都是以 山水来看的 落地的屋子 那么这时候呢 你说 家里如果说 女性有这方面的问题 经常是北方问题 而且你讲北方树林偏多 就是那边多 对不对 树林 所以 北方如果树林多的话 树木呢 基本上会卸你的北方的水 北方的水代表砍挂 砍挂代表膀 代表下体这些 OK 所以那会受影响 那么你要怎么去化解它呢 基本上在你家的北方 等一下我们晚一点 我们讲到每个空间的时候 你家的北方 特别是客厅 要不然是女儿或者太太 家里人的 那个房间的北方 你一定要放上金像的东西 OK 什么是金像的东西 我们再来说 但是你先记录下来 你要用金的东西 好不好 去协助他们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掌声 鼓起来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